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好 30分 30分 它是熟得来的 它不会哭 最多稠臭一点 你看它稠臭一点 摸下去很软熟 就可以吃得了 好 那你每天都要出来 可以了 今次就是想和大家介绍 这款新款的手指牛油果 没错了 它的尺寸跟手指差不多大 这款牛油果的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它是没有屈的 这款新款牛油果 是我最近在朋友的Facebook看到的 有一天去果欄的时候 又看到很多档都买 所以我就忍不住又买回来试一下 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 究竟这款新款的手指牛油果 和我们普通吃的牛油果 有什么分别 又值不值得去试呢 好了 我现在就来试试了 上次职员说 手指牛油果是和一般牛油果不同 它是不会转黑色的 因为平日一般的牛油果 熟了之后 就会由绿色转黑色的 手指牛油果就不会的 那你怎么知道它熟 就是摸下去又硬的牛油果 变成开始有少少巢皮 开始摸下去软软地 就代表牛油果是可以吃的了 那他说呢 就说这个牛油果是可以黏皮吃的 那虽然我都觉得是很奇怪 但是呢 我就试一试黏皮吃的味道是怎么样 好吃就不太好吃了 勉强可以吞下去的 但是呢 因为它的皮是很青的 所以我就不太喜欢 他有一个方便点的吃法 就是你看到手指牛油果 那可以呢 好像他说 撕香蕉那样撕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 但是你也可以用手 撕下来的 就这样逃走 不用用任何工具 都可以撕到皮 但是当然 撕的时候 没有那么顺利 大家看到了 大概 那我就撕了皮 了 就试试一下 没有皮的状态 味道 我觉得 会清一点 没有那么浓 它会 吃下去 好像 好像 淡味 其实我建议 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新东西是好事 不过 它的价钱 又是比一般的牛油果 比较贵 因为始终逢是新东西就贵 所以 总括来说 不难吃 值得一试 除了不要吃皮 之外 是不难吃的 这一手之牛油果 但是原本 正常的牛油果 始终是好吃的 可能有些人觉得 哇 很难切的牛油果 下面也有条片 示范一下 应该如何切牛油果 就会方便去那粒核 因为有些人就说 用刀 再放在核子里 再捞出来 其实这种方法 我觉得是有些危险的 其实你只要 将牛油果 对切一半 再切一半 接着 你就可以 可以脱出核子 所以 你掌握到方法 我认为原本的牛油果 可能比这些更好 今天也想推介 今天都想推介大家一個吃牛油果的好方法 首先有牛油果、豉油和芥末 是不是覺得很奇怪呢? 但是這個食法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話說當時我吃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那段時間很想吃三文魚刺身 那怎樣算好呢? 就是用牛油果加豉油和芥末 感覺就像吃三文魚刺身一樣 但是價錢又便宜些 又健康些 因為三文魚始終怕會有那些蟲 因為看了很多片段很恐怖 所以就算我現在吃肉不是吃素 我都會偏向吃這個方法去彌補 我沒有吃三文魚的那種口感 因為真的很像三文魚 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 今集的短片來到這裡已經結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subscribe 和按旁邊的鈴鐺 給點支持我們吧! 下集見!拜拜!